这个是柯文哲的烟雾弹 那最重要的就是大卫人权 怎么合作 我们就等着10月30号看 柯文哲如何表演 朱立伦怎么接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蓝白河蓝白托尔蓝白战 一直搞到现在 就我所知 在10月28号的那一场凤山造势 蓝云群众都已经炸锅 很多人告诉了国民党中央党部 跟地方党部 就是说不要谈了 你再谈下去 这个党将万劫不复 就是说2022国民党家战胜之支 居然弄到2023 各位要要知道 11月2022年 11月26号投票 国民党南瓜了将近全台湾 14席的县市长 加一席 14加一席的县市长 然后呢 除了14加一以外 民进党已经退守 加一台南高雄屏东 四个地方 还有一个澎湖了 澎湖呢也是民进党执政 但是那个人口很少 从这一点 各位去看看 当时候的国民党多么的疯狂 现在11月26号也快到 剩下不到一个月 那10月27号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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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白延长赛 朱立伦他派出了他的幕僚 将军停 跟林宽玉 然后跟周虞修 他们对谈 他们对谈 还是就是重提的 但是 就是重提中 联合内阁跟立委复选 其实坦白来讲 我们讲过了 我们就不讲 我们现在来 来那个讲讲 看大卫人选之争 究竟如何产生 主要的问题是在这里 所以朱立伦要跟柯文哲 进行党对党的 写上 就是10月30号 10月30号 他们在10月29号 他们会公布 见面的地点 谈的事情 然后进行闭门会 就是10月30号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朱立伦到现在 他还在坚持 要蓝白河 但是国民党内部的 一股声音 就是说 我们不要蓝白拖 就干脆蓝白战 叫柯文哲表明立场 那柯文哲为什么愿意谈 谈来谈去 还是那我说的 本来9月的时候 柯文哲啊 什么新闻都没有 什么消息都没有 就是因为蓝白河 让他捡到枪 国民党搭了一个政治舞台 他就跳上去表演 各位去看看 柯文哲从去美国 从美国回来 消息都很少 就是换句话说 柯文哲在逐渐沉疾的时候 突然蓝白河 给他抢到了枪 国民党为他搭建了一个舞台 事实上需不需要谈 不需要 确确的说 如果国民党不要三心二意 国民党不要指责柯文哲三心二意 你自己本身就在三心二意 如果国民党不要三心二意的话 柯文哲对国民党是无可奈何的 那偏偏国民党想要赢 这个就非常麻烦 那所谓非常麻烦 就等于求爷爷告奶奶 说你非要跟我喝 所以柯文哲为什么讲11月20号 我已经讲过了 柯文哲对于国民党 第一个 他根本看不起侯友谊 请问 那他怎么跟侯友谊合作 他的心态上面 就是看不起侯友谊了 那第二个 柯文哲只不过想借用 国民党的动员能量 这个就是柯文哲嘛 那第三个 柯文哲自己讲 只有我选才会赢 其他人选都会输 那换句话说 他对国民党是一个借壳上市的概念 然而国民党却想要赢 那好 现在国民党对于第一个副手人选 他不敢找 那第二个 当然他有准备是谁 大概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侯友谊的副手 大概是谁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只不过侯友谊现在没有开口而已 好 这是第一个 国民党不敢找副手 第二个 侯友谊竞选总部不敢开张 一个候选人的竞选总部 已经快到选举了 你还没有开张 那你是不是 大家都会怀疑 国民党到底要不要换侯 然后第三个 无论侯科侯 如果是科侯的话 那请问 国民党泛然群众 可不可以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政治事实 那柯文哲玩的就是这一套 就是老是就是重提 那现在好了 我柯文哲不是跟韩国瑜讲 跟王金平讲要有科学数据吗 那我现在告诉你 现在政党协商已经不比民调 那请问要用什么方式 说服柯文哲 接受政治现实 事实上10月30号谈 我相信国民党是有一个期限 那这个期限 我可以说 柯文哲会给 绝对不会 问题是在于说 柯文哲要捡到枪 他要有一个舞台 其他他是不想跟你谈的 他只想成就自己 这个就是柯文哲的心态 现在有人在帮柯文哲讲 说他很直 说柯文哲是相信数据的 我可以举出一大堆的例子 他是根本不相信数据 这个就是柯文哲 如果他真的相信数据的话 他的老师 他的朋友不会给他那种评语 四个字叫自以为是 他跟王金平谈也是自以为是 他跟韩国瑜谈也是自以为是 他跟朱立伦跟侯友宜谈 都是自以为是 一个自以为是 一个想要舞台 他又捡到枪的政治人物 你可以让他心平气和的跟你谈吗 柯文哲现在表面上 我们是采取开放性的态度 我们不排斥跟任何人合作 除了新潮流以外 这一些话 大家听听看 他有什么科学数字 就是一股情绪上的反应 所以10月30号 如果谈不成的话 我劝国民党就罢首 柯文哲这个人士 他来求你 他什么都会说 那你去求他 他的标准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现在看 10月30号还能谈出一个结果的话 我是不太相信 除非除非除非 柯文哲做了一个极大让步 所谓的让步 那是什么 就是我跟你合作 但是我有民众党我要顾 我可以帮你站台 但是你的资源也要给我民众党的区域立委 他大概交换的是这个 那至于说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我已经讲了太多次 台湾也有人讲 但是联合政府是选完以后的事 不是选举权的事 选举权大家通通讲三党不过半 我也算过数字了 我也在视频上面我讲的非常的清楚 但是 但是是选完以后的事 绝对不是选完的事 选举前的事 所以联合政府可以暂时不必谈 这个是柯文哲的烟雾弹 那最重要的就是大卫人权 怎么合作 我们就等着10月30号 看柯文哲如何表演 朱立伦怎么接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